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 早兩天 全世界 都是集中注意到中共 是不是爆發一場政變 我們從現在的這個就這樣看 這個政變 可能也要 停一停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在5月5日 是很重視這個政變的傳言 第一時間要出來說話 告訴別人 我還未倒台 當然 他是不是 即時倒台 那個政變的說法當然不是 是讓他做到這個任期 我們 昨天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當然也有很多人進來評論 也沒有聽我們的評論 沒有聽我們的分析就進來 當然是 那些拉屎拉尿 當然那些拉屎拉尿的留言我們會清除 因為 你也沒有聽過 我們 是把整個 傳言 裡面的哪一種可信 哪一種不可信 哪一種的機會是大 一直都有分析給大家聽 但是我們看到習近平的反應 我們看到外面有部分人的反應 很可能 就是告訴大家 習近平是 真正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來這個挑戰 是真真正正令他二十大沒有辦法連任的挑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傳言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傳得出來就不是的了 其實錯了 空月來風 未必無恩 很多東西 不是的東西是沒有得傳的 你不會 說周星馳是一個同性戀者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都很色情 或者知道他不是 因為不是的人是沒有得傳他是同性戀者的 當然有部分的人是沒有得傳他是異性戀者的 例如張國榮 他都已經是認了 意思就是 很多事情 不是有那個原因 或者不是做過某些事情 是不會這樣傳發的 而且這次我覺得是針對性的 是針對習近平發出一個攻擊 當然 中共每天都發放假消息 人們每個都在傳中共的假消息 你們覺得傳中共的假消息就沒有問題 傳反對中共的假消息就有問題 這件事怎麼說得通呢 你們就跟中共一樣 只是容許中共造假 當然我們其實看很多時候 在某個時間裏面 對付這個魔鬼 就要用魔鬼的方法 但是千萬不要跟我說 你跟魔鬼一樣 沒有所謂的 只要對付到魔鬼 我們也不怕變魔鬼 現在問題是 魔鬼單方面要你變鬼 而不是變魔鬼 既然 我們要變鬼 我為甚麼不變成魔鬼呢 所以我們不介意這件事 這是死了膠的說法 我們絕對不介意變成魔鬼 因為我們快要變鬼了 我們再說回現在中共 習近平在這個政變的傳言 全國揮花揚揚的時候 故意出來 高調告訴大家 我們是要毫不動搖的堅持動態清零 堅決 和一切歪曲 懷疑 否定這些動態清零的熱行 作鬥爭 是言行 大家記得了 言論和行動都要鬥爭 說也不准 是不是 哪些人跟共產黨站在同一陣線 連說也不讓人說的 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 我們要跟大家說 中國共產黨 說話 大家要相反來聽 因為大家也知道了 習近平到了解放軍那裏 跟解放軍說甚麼 要能打仗 要打勝仗 潛台詞 就是因為解放軍又不能打仗 又不能打贏仗 所以才要說這件事 好了 為甚麼習近平 在政治局常委會議裏面 要提到要鬥爭 究竟是鬥爭的對象 是誰 是甚麼人 懷疑 否定 歪曲 是不是 動態清零 是受到 很大很大的壓力 是否定 是懷疑 是歪曲 這個是不是最重要的 這個定調 就是黨裏面 反對動態清零的 聲音越來越大 大到他不出來說話不行 要毫不動搖 就是全黨都在動搖 只是他一個人出來 叫大家不要動搖 是不是 這個意思呢 其實我講一個例子 大家明白 大家有沒有看殭屍先生 或者是猛鬼警局 不用怕 其實是很害怕的 大家的心都震得 站不穩 你叫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你明白嗎 要毫不猶疑 堅定的支持動態清零 是甚麼意思呢 全世界都很懷疑 每個人都在動搖 只有李習近平出來說那個不動搖 連胡錫進也動搖 是不是 共產黨的說話 大家一定要這樣聽 為甚麼我們在說這番話呢 告訴大家 現在的中共裏面 分裂了兩派 一個就是堅持清零派 一個就是堅決反對清零派 現在兩方面鬥爭得很厲害 我們現在就這樣看 跟當年文革前的中共 是很相似 當時老毛 就是因為 退居而善 大權旁落 他就說 現在我們的祖國 我們的中國裏面 有兩個司令部 一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 無產階級司令部 就好像現在動態清零一樣 清零了 所有人都沒有錢 或是不包括清零 還不是無產階級 第二個 是以劉鄧為主的 資產階級司令部 當然包括彭羅六陽 彭真 控制了北京市委 陸定壹 控制了宣傳系統 羅瑞卿當時已經沒有做公安部長 但是 也是被冤枉的 羅瑞卿 楊尚昆 中央辦公廳主任 老毛 住的地方也是由他打釋 你想想 老毛是不是在北京 沒有運行呢 被迫著上海發動文革 他所說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就是現在的反對清零部 為什麼 因為李克強 也是在這個中央政治局會議裡面開會 說什麼 他就是 要找經濟 要發展 這些 物流不可以斷 物流供應 這些補給 不可以中斷 不可以隨便封路 不可以隨便封城 當然 下面 人 就是根據上面的最高指示 但是 中央有兩把聲 大家可不可以忽略 其實也不可以忽略 因為中央一直從來都很少了兩把聲 唯一一次出現的 就是文革之前 要炮打司令部之前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現在的中共真真正正出現了 兩個中央有兩個作戰指揮中心 一個是要堅持清零的習近平 一個是反對清零 要搞經濟保民生蓄就業 的李克強 我們會看到 那個政變的傳言就是由李克強去取得習近平 當然 李克強是不是好人 我們先不做討論 共產黨哪是好人 問題就是 一邊 有黃旗薩 有江派 他們 是想 跟美國 講和 一邊 是跟所有人都作對的 只是想跟 俄國親親近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的變化 央視開始訪問 正面回應烏克蘭 開始播放澤連斯基的專訪 專訪的特輯 說回他是一個英雄 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證明為侵略 而不是特殊的軍事行動 大家想想 整個中國 裏面的局勢 是不是有微妙的變化呢 當然我們看到自立堅一時一樣 有時又要親近美國 然後有時又要跟美國鬥爭 每天都是說這些 他們經常是神之不清 還是精神分裂 同一個人不同日子就說不同的話 但是 也要看到 中共一直以來 其實也不找他 一些反對聲音 但是現在黨裏面 竟然出現兩種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聲音 一個告訴你 要極端防疫 要鬥爭 是要 將一切 言行 否定的言行 懷疑的言行 歪曲的言行 全部要鬥爭 要你死我活 敵我矛盾 一方面 完全不提習近平的所有事情 只是說要補經濟 蓄就業 要保住供應 不要人要餓 我們會看到 這樣 是更加 令人懷疑 現在中共裏面 兩個指揮中心 究竟聽誰 我們昨天也 分析給大家聽 其實現在兩邊 誰贏誰輸 未可預料 其實還在鬥爭 真真正正看到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人民日報 新華社 這些最主要的官媒 央視 說什麼 以及他們 出席的大頭相 當大家看到習近平 那個大頭相 或者那個標題越來越少 而李克強越來越多的時候 證明 政變成功了 當大家以後都看不到李克強 只看到習近平的樣子 即是政變 失敗了 又或者大家如果只看到李克強 只看到習近平 不用說了 你這個習近平 真的要收皮了 所以 這些東西 是天天都在變化的 因為現在的中共 絕對 做不回當年華人和政變 因為當時 實力很懸殊 現在 雙方其實可以說 是勢軍力敵的 你也沒有辦法消滅我 我也沒有辦法清除你 所以才可以鬥到這樣 當然中共內鬥我們是十分之 想看的 最好他們內戰 他們自己打生打死 我們不理 不過 我們要分析 甚至乎我們要煽風點火 使得他們 加速互相攬炒 最好他們要一起死 因為中共沒有好人了 所以 所以 這一節我要跟大家作出一個補充的分析 就是分析現在 當前政變 或者 懷疑政變之後 的形勢 形勢 就是兩邊 都沒有辦法壓倒對方 這一節的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